刚刚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地震在摇晃 我们在稍后也会有详细的资讯提供给大家 另外要来看到不敌疫情 去年歇业的沁泰大饭店 八月成功步入为老改建的行列 累积到目前为止 台北市已经有多达14家的老饭店 核准为老改建 那么今年申请建树就突破了3000件 其中又以台北市 无论是申请建树 核准建树等等都是位居全台之冠 去年12月才宣布歇业的老字号饭店 过去在松江路上经营超过40年 占地约229.3平 如今也在今年8月份 顺利加入为老改建的行列 门口张贴大大的为老改建公告 内部灰暗 家具上布满灰尘 清代饭店为老重建 建筑基地顺利取得1.15倍原容机奖励 外加10%实陈奖励 未来可能将改建成半工大楼来出租 真的很难过 就是受到疫情影响 他们才会收起来 他说疫情那三个月 一个月亏500万 没有他们没有办法经营了 要改帮工大楼了 目前沿线有重建计划的老饭店 包含已开工的六幅客栈 去年体验的康华大饭店 在这上今年取得建造的东源大楼 立期松江大楼等等 都将换人一新 为老重建迈入新里程碑 光是开工建树就突破1000件 申请建树也冲上3000多件 其中台北市更稳居为老第一宝座 今年以来不只有神旺饭店 六幅客栈还有台北富敦 国滨以及西华等14间饭店 已经核准为老改建 这些比较老旧的饭店 其实在这两年的一些期间 它就趁着一些围绕的一个奖励 可以争取到比较高的一个农机 会采取这种比较复合式的开发 可能包括一个饭店室管理的这种豪宅 或者是饭店室管理的这种办公室 疫情黑天鹅冲击以观光为生的饭店业 为了求生趁着龙街奖励 翻新 忍修 换个面貌 再重新出发 三里市民女说起来的缝词 特别报道